曾慈安是什么时候开始看到这电影的剧本 第一次接触这武侠的时候 从 其实大家都知道 我从报道都知道 我是陈可欣的粉丝 我很喜欢陈可欣导演的电影 确实我认为他是我们当代 最厉害的导演跟监制 我相信每个演员都希望 能够拍一部陈可欣的电影 那么大家也知道这几年 我是非常努力地希望 从演员的角度 希望找到一些新的突破 从大家那么喜欢叶问之后了 我希望在演技方面 可以达到一个高的警戒 所以当我知道我要跟陈可欣合作的时候 我知道我的机会来了 我很清楚 而且我很相信导演会 会给我这个空间提升 把我在表演方面会有一个新的突破 那剧本方面基本上我都没 不需要看 因为我相信陈可欣 他肯定不会 不会随随便利拍一部电影 他肯定会有找到新的突破点 刘津喜 这个角色要是真子丹来演的话 观众肯定就不会相信 这个就是一个普通东西 那么所以毕竟他肯定会出手 那但是所以他要使到观众觉得 他是刘津喜 他是要费很多劲 所以那个也是非常困难 所以变成了我觉得他在前段 其实他演刘津喜那些人 其实演得特别好 因为有些时候我们看电影 都会去看演员那些很强的表演 就是好像后半段 有些当然是很强的 但是大家都忽略了一些很简单的 好像没什么的东西的表演 那刘津喜那些呢 就讲话有点傻傻的笑啊 那些东西 其实那种是演得非常难演的 我觉得子丹演那些 其实是比演后面更难 后面更难 但是都不是很多人提起那些 那我觉得这个电影里面 子丹作为一个演员的 这整个弧度 整个跨越 从两个角色里面的落差 真的是表达得非常淋漓尽致 子丹对于拿下影帝宝座的信心 有多少 首先我要说一下就是 作为一个动作演员 其实我在这个圈也很多年了 但是我觉得很多年 大家对于动作演员的看法都 保全着比较保守的看法 就是以前70年代 80年代 90年代 甚至90年代 大家看一个 一部动作片也好 看一个动作演员的表现也好 都一般都是光看着他的 那打得怎么差 怎么好 其实我认为 作为一个到动作好的一部电影里面 动作演员的表现 比要扮演一个人物 不需要动作的更难 因为要举个例子 比如说要哭 你可以从早上哭到 有些女孩子可以哭得比较厉害的 比较狠的 可以早上哭到晚上 但是如果大家想想 如果他要哭 同时要武打 一路打一路哭 他最多就可以哭两次 他已经没这个精力 去把他的内心去表达出来 我觉得最重要 当然我作为一个演员 你得到一些所谓的奖项 你会得到一些鼓励 这个是 说虚荣心也好 虚荣心也好 说一个摆在家里 摆多一个奖项也好 肯定是一个鼓舞的一个礼物 有一个礼物 但是我觉得坦白说 最重要还是观众 喜不喜欢你的表现 这个是最大的奖项 所以对我来说 得到观众的高的评价 我就最满足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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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